基隆暖息黎明会堂 一早就有民众陆续来投票 由于天气相当好 不少长者及民众 都带着孩子出门晒太阳 顺便投票 因为早上还是到了那个 平常要乘战的时间 就自动醒来了这样 武党籍立委候选人王醒之 在妻子的陪同下 在九点半左右 从住家走到暖息黎明会堂 向媒体打招呼之外 在选务人员查验身份证文件之后 前往领取选票 顺利完成投票 昨天睡得蛮好的 但是就是睡得不够 因为到了今天早上 原来乘战的时间 就自动醒过来了 但是心情非常非常开心 因为我们觉得 在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已经做了所有 我们该做的事情 那我们完全没有任何保留的 想要推进这次的选举 然后所以接下来就要看 基隆人到底怎么做决定了 那今天天气非常好 那我觉得对于整个选举 和对于对于整个选举活动 然后甚至对于投票率来说 我觉得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乐观 而且有信心的看待这次选举的结果 刚刚我们还在讨论说 是不是要出去爬山这样子 因为全家出去动一动 因为我已经长达大概六七个月 没有运动了 那这件事情其实 然后也没有好好机会 跟家人相处 所以等一下大概希望 可以有机会把握一点点时间 在开票之前 我们全家人稍微聚一下 然后可以出去外面走走这样 由于天气相当好 一早投票所 若需有民众前来投票 王省之呼吁民众踊跃投票 行使神圣一票全力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投票